好的 第20條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要用一個Tabulation的方法 就是將它畫一個Table 然後看看它有哪些是適合哪些是錯的 第一個要求 A part 的要求就是它兩個都要雙數 兩個都要雙數的時候 如果看回Table 首先是1至9 然後第二個是1至9 總之抽兩個波出來就沒有先後次序 總之抽到兩個波出來就可以了 首先這一行就要全部插上去 1 1 1 2 3 3 4 4 5 6 6 7 7 8 8 9 9 都不可以的 因為它不會重複 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半不用你去 因為我們不管了次序不會抽先抽後 所以可以抽到就可以了 譬如1 2和2 1是一樣的兩個 所以我們就只在你一邊就可以了 所以換句話說它應該就是 它的Number of Possible Alchem 就是 1加2 加3 加4 加5 加6 加7 加8 第一行是8個 第二行是7個 到最後那行是第一個 所以1加到8 所以下面的數是36來的 那裡面我數36的時候 上面就很簡單 純粹是按照數的 按照數的話 兩個都相數 不多了 24 加2 26 加2 28 加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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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加2 6 所以它就6 over 36 就等於6分1 這個是數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 我們就計算了 用Probability來計算了 怎樣用Probability來計算呢 簡單一點說 就是一開始它有9個波 我兩個都要雙數 第一個要抽到雙數的機會 就是2468 有4個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我選了一個波出來之後 下面就剩下8個了 因為沒有了一個雙數的波 所以剩下3個雙數的波 所以你會發現出來都是6分1來的 兩個做法都可以 但這個做法當然是難一點 這個做法按照數的就淺一點 你可以做這些 如果做這些的話 我不會做特別的數的時候 就是這樣 這個A part B part 其實一樣都是這樣數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出來要是單數的話 其實一定要是一個單一個雙 因為單數加雙數才會出單數的 所以按照數的話 它就應該23 25 27 29 然後就是34 36 38 45 47 49 49 56 58 然後就是67和69 最後就是7和8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9和8 所以你會發現4加3 最後就是36 下面就是36 4加3就是8 4加3就是7 1加3就是12 14 15 16 所以總共是449 所以總共是4 9分之4 OK 咦 不是喔 不好意思 漏了 應該是1加2 1加4 1加6 1加6 1加8都有 所以多加4個 所以是20 總共是9分之5 這個就是數的方法 那算的方法怎麼算呢 算的方法就是這個 一個單一個雙 一個單一個雙 當然它可以是單先的135795 5個 超過9 OK 然後那個數為雙 之後那個數為雙應該是2468 然後超過8個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雙數先 OK 它可以是雙數先的話就有2468 超過9 接著那個是單數 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數是一樣 所以出來都是 5分之9 不是不是 9分之5 OK 這個方法也是會很容易漏了這個 所以如果你做這些我覺得都是數了會比較好 就是這樣 好嗎 那我們 其實我們下次再見了